署章18是一向前端 那這個時候就沒有辦法 到這裡就卡住了 無法繼續往下走 所以你要找到一個權利 是很重要的一件事 那在92年台上1057號判決裡面 涉及到的事實就是 甲乙是夫妻 乙是夫 甲是妻 他是一個高齡產婦 所以當他懷孕的時候 他很緊張 他就要一步一步來 都要去做彈檢 那他要去做彈檢的時候 他就跑到A醫院 這其實就是星光醫院 那由B醫師 去做 產前檢查 那後來因為B醫師的過失 未檢出 胎兒 胎兒在這裡 病 那時候胎兒 當然後來出生了 他是患有糖氏症 他的第21對染色體有問題 他有糖氏症 他沒有檢出來 那當然後來他就出生了 他就出生了 那他就出生了之後呢 我們看到 當然你家裡有一個糖氏症寶寶 你的很多很多方面都會受到影響 你可能要支出很多的費用 那 這個 特別的照護費用 你一般 養育的費用 本來就要支出的 但因為他糖氏症寶寶 所以你可能要支出其他額外的費用 等等的 假以 自行起訴控告A醫院跟B醫師 並且還代替 病去控告A醫院跟B醫師 請求存在賠償 然後請問法院應該怎麼樣去做判決 在這個 這個案例底下我們先區分三個不同的概念 第一個叫做Rome for Conception Rome for Conception指的是 今天婦女因為避孕失敗 或診斷錯誤 違反她的意願而生下小孩 請注意重點在 我違反 違反婦女的意願去生下小孩 也就是說 你的懷孕這件事情 你的懷孕這件事情是一個 反於你的意願的 違反你的意願 懷孕 那你侵害到的是一個自主決定是否懷孕的權利 所以重點就是他是一個計劃外的生育 好 再來 第二個 Rome for Birth Rome for Birth 指的是你今天產前的診斷有失誤 結果生下來的新生額就是有缺陷的 有缺陷的新生額 那本 本件92台上1057號案例就是一個Rome for Birth的例子 就是一個Rome for Birth的例子 甲 去做檢檢結果因為檢檢診斷 有失誤 導致生下來的小孩有缺陷 那這個時候 甲跟乙 我們先論斷他們兩個 甲跟乙 的主張 甲對A跟B主張 還有乙對A跟B的主張 如何主張 契約還是侵權 然後主張有沒有理由 可以看一下 第一個 針對責任成立的部分 契約還是侵權的請求 甲跟A醫院之間有契約關係存在 那結果今天A醫院 他的旅行輔助人B醫師 沒有善盡產前檢查的責任導致 沒有檢出來胎兒有腸勢症 這時候應該有完全給付 對不對 應該有完全給付 但是 就是 乙的部分 我們的法院認定說 其實定結契約的是甲跟A醫院 乙沒有關係 所以 乙的不完全給付這部分的主張是沒有道理的 那當然 講義上有提到 學位上面有認為 你可以用 付保護地產的效率的契約理論 就是 把乙 當成是 你們兩個契約裡面 應該也有保護他的意思 這個產檢的契約應該要保護他的意思 因為他作為配偶 他作為配偶 那如果用付保護地產人效率契約理論的話 你就可以把契約的那個保護的主體 擴大 把這個地產人拉進來 但當然我之前有提到過 我覺得淑敬也在對付保護地產人效率契約理論的這個 運用上面是才比較保守一點的態度 他沒有去 把 契約保護的主體擴大到那麼多 他理論上還是限制在你 形勢上面看到的那個契約的當事人 OK 好 那下面 我在9月台上105期到判決裡面他就提到 幻權給付就是在外人的所謂給付 但給付 不付 債務本質 違反心意恆平原則 然後債權人受損害 然後 本件 秉醫師在星光醫院 旅行 跟甲之內的契約上面屬於 使用人的地位 那 星光醫院就他的 債務旅行輔助人的 債務方法瑕疵 導致債務內容不符合在這本子 導致假受損害應該不 不安全給付的在外負責責任 OK 這我們可以看到 那再來 再來 傾權責任的主張部分 就傾權責任的主張部分 最重要的問題就在於 今天其實B只有過失 那你要主張A跟B要負傾權責任 你當然要指出來說 184一項前段過失傾權責任 所保護的那個權利 究竟是什麼樣子的權利 那 我們的最高法院認定了 這時候侵害誰的權利 假 假的權利 假的權利是什麼 自主決定 是否流產的權利 為什麼他會有這個自主決定 是否流產的權利 因為 在符合優生保健法的 要件規範底下 懷孕婦女他可以決定 我要不要把這個胎兒給拿掉 那從這個 法令我們可以看得出來 雖然墮胎會有刑法上墮胎罪的疑問 可是問題是 流產保健碼既然這樣規定了 就表示在 符合他的要件底下的時候 我賦予 懷孕婦女 這個權利 讓他去決定 我要不要拿掉這個小孩 那既然 他想有流產保健碼 賦予他的這個權利 你呢 因為你的 診斷失誤 導致沒有告訴他 足夠的資訊 讓他去決定 我要不要拿掉這個小孩的話 這時候就侵害到他 拿掉這個小孩的 權利 OK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92台上1057判決 中間這邊 他說的是 民法上侵權行為的被害課題 是權利或利益 只要是權利或利益 就可以做為侵權行為的被害課題 那醫道優生保健法第11條 第二項 鎖定 當婦女有人生的時候 醫生發現他也不正常 法律刻意施以 將實情告知懷孕婦女本人或其配偶 認為有事情能夠留產必要時 勸其事情能夠留產義務 因此 這應該是賦予 婦女選擇的權利 也就是婦女對他體內未成獨立生命 由法規所換 所規定的 賦予婦女得終止人生的 卻生性疾病不健康胎兒 可以選擇除去的權利 好 所以假設因為 醫院跟相關人員的疏忽 沒有發現這個情況 即時告知懷胎婦女的話 要自屬侵害婦女對本身得 決定實行人工留產的權利 所以侵權責任的主張假的部分 就是 侵害到我 自主決定是否留產的權利 那乙呢 沒有 跟你沒有關係 自我決定留產權利是 婦女本身所獨有的 跟你的丈夫沒有關係 好 那當然 侵權責任在這裡 通過保護法益的檢驗之後 他侵權責任成立了 侵權責任成立了 後面因果關係 那些大概都不會是什麼 太大的問題 侵權責任成立之後 要做損害賠償 那要賠什麼 要賠什麼 你受有什麼損害 你受有什麼損害 理論上受有的損害 其實會有財產上損害 跟非財產上損害 在這個例子底下 你可能會有財 財 非財 那非財產當然就是衛福金 可不可以請求衛福金 應該可以啦 只是為什麼 本件沒有請求 不知道 本件 到這裡的時候 沒有衛福金的部分 但理論上他是可以的 為什麼呢 因為 上面這個 自主決定是否留產的權利 應該是一個人格權 應該是一個人格權或人格法益 因此一照195條 第一項的規定 其他人格法益受侵害 情形結重大的 則請求衛福金 應該可以請求的 那財產上損害的地方 主要就是 兩個部分 第一個 一般的 撫養費用 跟另外 特別 撫養費用 那一般跟特別的差別就是 一般撫養費用指的是 作為一個 母親 你要養一個小孩 你本來就要支出的 一般撫養費用 即便他很正常 你可能還是要給他喝奶 給他包尿片 給他穿衣服 等等的 是一般撫養費用 那特別撫養費用就是指 今天這個小孩 因為他患有這個疾病 所以你必須要特別額外支出的 帶他去復健 或者什麼給予特定的醫療 等等的 叫特別撫養費用 好 特別撫養費用可以請求 這個大概沒有問題 不管是法院或者是 學說的見解都沒有問題 有問題的其實是這個 一般的撫養費用 多數的學說看法跟法院的見解 應該是認定 一般撫養費用不能請求 理由在於欠缺因果關係 因為即便他正常 你也要養他 對不對 即便他正常你也要養他 所以 這個一般撫養費用 事實上跟 醫生沒有跟你講 他不正常 所以你沒有留掉他 沒有因果關係 即便他正常 你還是要養他 可是有 少數的看法認定說 不對 還是有一個關係 因為其實你告訴我的話 我就不會把他正出來 所以還是有一個關係 那 這個少數數的看法 是陳忠祐老師的 看法 所以 各位可以 探索一下就好 那這是 Rone for birth的 地方 再來 第三個是 Rone for life的概念 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剛才